自然界中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生物 所以性格和生活习性也大有不同 但是总有一些生物的自身特点会让大家惊掉下巴 比如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被自己杀死的三种动物 因为牙太长戳穿了自己的脑壳 停上去就觉得非常心酸 首先要说的是鹿屯 从外在景象来看 鹿屯跟野猪的长相差不多 四颗长长的獠牙是非常显眼的器官 也是雄性鹿屯最大的武器 獠牙越长说明雄性鹿屯越强健 所以更容易得到此性鹿屯的钟情 唯一的不足就是鹿屯的獠牙会无限制的发展 如果角度碰巧对着鹿屯的脑壳 那它很有可能会被自己的獠牙戳死 接下来要说的是盘羊 虽然表面看来盘羊也是绵羊的一种 但是脾气并不和顺 尤其是一对巨大的羊角 成了所有盘羊猛烈打架最强用力的武器 两只羊打架的时候会撞击产生巨大的声音 就连山坡另一边的人都能听到 而且盘羊的脚同样是无尽发展 到了老年时期 它很有可能会因为羊脚太过巨大 无法侵蚀 最终被活活饿死 尽管盘羊的寿命长达15年 但是很多盘羊会在7-8岁的时候 被自己的脚戳死 最后要说的是驯鹿 驯鹿的脚长得非常大 还像树枝一样分叉 有些分叉甚至可以多达30克 所以当两只驯鹿打架的时候 因为鹿角分叉过于繁杂 打架过程中就会搅在一起 不占优势的一方会被活活饿死 占优势的另一只驯鹿 会带着同类的尸体继续生存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关注我